糖莲子啊,你别这么胆小了,进宫这么久就躲这么久,这里你以前住过的,你不记得了,你先看看 不,你们一人一归这么多年感情,不离不弃,也可以说是相濡以沫 是啊,我跟糖莲子都很喜欢吃糖莲子,是不是啊 这个抱着乌龟傻乐的男人有多能装,口吃血眼被人粉坑,五十年的人生中有三十六年都在装煞冲了 堪称大唐最强影帝,他就是唐轩宗李晨 一个靠装风卖傻逆袭城皇帝的传奇男人,李晨是唐县宗李晨的帝师三个儿子 唐穆宗同父一母的胞弟,更是靖宗,文宗,武宗三朝皇帝的叔叔 然而这样尊贵的身份,却让他受到的欺辱比别人更多 虽然李晨贵为皇子,但他的母亲郑氏,却是一个上不要台面的侍女 郑氏原本是镇海节度时李妻的小妻 后来因李妻谋反失败,她的家眷全部被送到宫中为奴为婢 郑氏因为这样,郑氏成了郭贵妃身边的侍女 后来被皇帝李淳宠幸不久之后就生下了李晨 母亲没全没事,李晨又是一夜之间的产物 这样善惰的郭贵妃将郑氏母子视为眼中定 当时的郭贵妃如日中天,根本不给郑氏一个好脸色 而郑氏自知事单力薄,也只能忍气吞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小年纪的李晨就明白了 想要活下去装傻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李晨从小就显得格格不落 口吃严重斜眼看人,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 因此也得了嗤儿的外号 在李晨十岁那年唐县宗甲崩 这个备受欺凌的皇子,也失去他唯一的依靠 当时的朝廷宦官干政,致是皇权旁诺 皇帝换得比衣服都勤快 短短二十几年穆宗,靖宗,文宗,五宗四位皇帝先后上位 但皇位的意味让李晨有了危机感 为了活命他只能将装傻进行到底 文宗即位后,有一次他在宫中宴请朝臣 举备退战间意外发现自己的傻叔叔 坐在角落一眼不发 兴致大气的文宗当即叫停歌舞 说谁能让自己的傻子皇叔说话就重重有啥 忠人文言瞬间一拥而上 使出各种看家本领戏弄李晨 然而李晨却表现了几尾呆上 始终像个木头人一样,默默地看着他们表演 忠人皆以为李晨不负嗤儿之名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察觉到了一样 他就是未来的唐武宗李晨 就在高台上的文宗和一干大臣笑的前伏后养时 只要李晨冷静地看着一切 他发觉自己的这位皇叔不一般 面对众人的白种仇态 一个人还能做到面不改色 只有两种情况 不是纯奔至极就是不可揣测 李晨觉得自己这位皇叔肯定是属于后者 想通一切的他 瞬间不敢直视这位扮猪吃老虎的傻叔叔 唐宣宗李晨装傻卖傻36年 其实并没有骗过所有人 唐武宗早就发现了他的野心 为此还发动一场灭佛运动 公元840年李延登基 侍卫唐武宗 虽然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 但当年那种心惊的感觉 却始终挥散不去 他总觉得李晨的傻奇 为了验证李晨是不是装的 唐武宗不断地派人前去试探 可三放五次都以失败告终 让李延动了杀心 管他是不是装的弄死就行了 于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李延假意邀请李晨骑马外出 行走在半途的时候 李晨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坠下了马 等到李晨醒来 发现手脚早已被冻僵 要不是偶遇巡夜的人及时救下了他 他早就被活活冻死在野外 而回宫之后的唐武宗 却暗中窃喜 这么冷的天李晨不死也得残废 就这样唐武宗李延睡了这么多年以来 最香甜的一早 但第二天就有工人告诉李延 光往李晨不仅没死 还活蹦乱跳地回到了宫里 这下唐武宗更加相信李晨是在庄上 气急败坏的李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命令手底下的小太监 将李晨悄悄地关了起来 几天之后又让人将李晨扔到粪坑 想借机将他淹死 幸好有一个名叫仇公武的小太监动了善心 他假意提出直接处死李晨一了百了 实则令奋筒将李晨运往宫外 成功逃出宫中的光往李晨 被送到了浙江安国寺削法为僧 本以为李晨至此要以清灯国佛为本 但唐武宗的一个梦 又将李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逃出宫外后 唐武宗李延经常被噩梦缠身 他总是梦见一个硕大的老虎 向他扑过来要撕碎他 唐武宗每次都会被这个梦吓个半死 后来他找了个道士进宫解梦 道士说那只老虎就是光往的化身 李延本就因为做了窥心事而担惊受他 此时宫外又流传出他气隐一见 会有一个黑衣僧人坐上他的皇位 李延不由将梦中的那只老虎和黑衣僧人 全都想象成李晨 于是盛怒下的唐武宗 就开始大肆屠佛灭僧 不过很明显李延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公元846年唐武宗李延病危 而皇子们尚解年幼 一时间偌大的唐帝国 居然找不出合适的继承武 但就在这时被人遗忘在角落的光王李延 却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民主之为国也 任于政法于邪 忠而能人则国得章 忠而能知则国智举 忠而能勇则国难庆 朕 以此为国事之本 太后是否同意 谁能想到被人当作36年智障的李晨 仅凭几句话就能将太后吓得连退好几步 更是让愁公武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如今的愁公武已经成长为大内官 权力更是大到可以随意更换皇帝 于是趁着武宗驾崩后继无人 以愁公武为首的宦官 便想要把持朝政 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位傀儡皇帝 而光王李晨不管是身份还是地位 都是绝佳之血 再加上李晨吃傻的本性更容易控制 不过他们想不到的是 在这场角逐大戏中 李晨自始至终才是真正的猎人 而如今登上皇位的李晨 也人狠话不多 开始着手整顿混乱的朝堂 李晨即位后把武宗朝的旧臣杀得杀饼的饼 尤其是宰相李德玉 更是在宣宗执政第二天就被罢免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朝堂不仅大换血 李晨更是趁机将中书机构 全部换成自己的人 不仅解决了党派之争 更是大力推行科举制度 很快朝堂上下一片清明 此外他更是将真观正要太印在屏风之上 时常逐字逐句的朗读 希望能够像太宗那样 创造全新的大唐盛世 或许是李晨真的是天选之子 在他执政期间 完成了一项前几代帝王做梦都想完成的事 那就是收复和皇 自从玄宗朝暴发安时之乱后 和皇等地就流落在吐蕃之上 虽然之后的历代皇帝 都想要收复师弟 但每次都因为内忧外化而自顾不暇 不过是来运转 五宗时期的吐蕃爆发内乱分崩离析 而李晨即位后 吐蕃更是彻底走向衰亡 大中三年 唐宣宗一夜之间就将三周七官全部收入囊中 更加神奇的是 两年之后剩下的和皇师弟 也在宣宗大将张义朝的努力下全部收回 可见宣宗眼光毒辣之人善用 不仅如此 唐宣宗算得上是一个腹黑的帝王 他明白仗外必先安慰 宣宗的存在始终是个隐患 于是他策划了一场危机 便悄然无声地夺回了宣宗干政的权利 据说一日在朝堂之上 宣宗大骂自己不小 底下的官员连忙问起原因 李晨哭着说父亲宣宗死得过于突然 我听闻是被人谋杀 但当时我年纪过小 不能为父报仇 如今我坐上了皇位 所以我一定要查清当年的真相 看着李晨这副动之意 情小之意里的样子 臣子们只能说皇上要查那就查吧 没想到还真查出了原因 李晨告诉臣子 当年是郭贵妃联合唐木宗母子 只是宦官陈宏只谋杀先皇 真相到底是不是如此谁也不知道 但皇帝说是他就是 那既然唐木宗是谋杀先皇才登上皇位 说明木宗这一脉就是篡位者 而李晨就能名正言顺地 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帜 登上皇位 确定了自己这一脉才是正统后 宣宗李晨也没有后顾之忧 他很快就对宦官集团重拳出击 短短时间就将一千多个宦官赶出了朝堂 等到仇宫五等人反应过来时 发现他们早已大权旁落 被排挤到权力边缘 之此在朝廷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宦官集团 迎来黄昏时刻 唐宣宗这一招可谓是一时三年 不仅给自己按上了孝子的美称 还将唐木宗这一脉 变成了是负篡位的谋逆者 顺便报了三十六年饱受欺凌的仇 唐朝在他的治理下 还颇有当年贞观知智的景象 但可惜在八百五十九年 李晨与大明宫驾崩 从此以后大唐彻底开启了下坡 最终难逃灭亡的结局